据美国外交学者网站10月11日发表的题为中国和美国都在南中国海采取了法律战的文章称 近来美国对华战略的权威人士迈克尔皮尔斯伯利宣称美国政府缺乏法律战和反法律战的能力 他在这里说的主要是南中国海纠纷 他补充说中国政府似乎更有组织性能够构思和采取更聪明的法律战略以无视国际选择并且不受惩罚 其他专家也声称中国正在采取这样的战略 但是和皮尔斯伯利一样他们事实上忽略了一个事实 多年来美国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 无论整体层面还是在南中国海纠纷中都是如此 真正的问题是中国和美国在解读相关国际法规方面存在根本性分歧 事实上美中争夺南中国海控制权的斗争是关于价值观 国家利益和命运感知的更深层次冲突的体现 两国间持续不断的紧张对抗是由一种根本的断裂所驱动的 即他们都认为自己是肩负着天赐的领导和拯救人类使命的特殊国家 因此两个国家都认为主宰和塑造国际秩序以适应自身需要是其权利和命运 因此他们有自身对于像海洋法这样的国际规范的解读 这些解读有利于其国家利益 正如美国战略思想家格雷厄姆艾利森对中国说的那样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是一种 由美国制定规则和其他国家听从号令的秩序 对于中美两国而言 如果他们遵守现有的国际规范和规则会阻碍其追求国家利益 那要这些规范和规则就不适用 然而一些美国的分析人士和政策制定者仍然坚持着一种渺茫的希望 中国将成为一个自由的民主国家 或者至少接受一个在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中的从属地位 这些战略家假定中国可以被诱保以一种美国希望的方式定义其自身的国家利益 并且最终成为一个迁入以美国为主导的体系的现状国家 但是在中国的软硬实力都在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 西方建立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包括其对海洋法关键内容的解读正在失去控制 更根本的是正是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在利用 而且仍将继续利用法律战来弘扬其价值观和促进其国家利益 围绕南中国海航行和飞越自由的相关法律的解读 中国和美国已经多次发生口头上和行动上的冲突 但是美中两国围绕南中国海航行自由的纠纷 只不过是其全球法律战竞赛的一个缩影 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希望解读有关的规范和现有的国际法规 如果有必要的话对其进行修改 以适应国家利益 这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确实在进行法律战 但美国也已经以一种相当复杂的方式这样做了很多年 对于皮尔斯波里和与他只同道合的战略家们来说 问题在于中国在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这样做的时候 已经相当成功的挑战了现有国际体系 因为国际法总会随着各国的行为而不断完善与发展 我们将会看到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更多挑战 以及现有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的进一步渲弱 在涉及指导各国在南中国海行为的国际规范与法律的时候 尤其如此